超認真心腹中心 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認真少年 大家記不記得我們在上一次的 超認真心腹中心裡面 我們收到一個來自未來人的信 超認真少年恭喜你被未來人選上為第三套使徒 請於指定的時間位置 於坐標24.059288 120.727158 去執行你未來人的任務 今天我們準備了非常多的工具 來看一下這個位置 來 各位小朋友 我們在除草之前呢 有幾個東西要安全先導 首先呢 它雖然這種是非常安全的 就是小牛皮繩 它裡面像是一個口香糖軟糖的方式的那個 牛筋繩 然後它旁邊有個護蓋 所以啊 雖然說如果你是江湖老手的話 你除起來它其實非常安全的 因為它的這個護蓋會擋住你全部的草 但是呢 我們影片中可能會有非常多的初學者 就是非常多的小朋友 你今天想要幫爸爸媽媽出草的話 那你就一定要注意 首先呢 就是你的護目鏡一定要戴好 因為可能小時候會打上來打到你的眼睛 那第二個呢 就是你的鞋子 請你要穿長褲 然後安全鞋 還有身上請穿一個防護衣 然後它可以防止 萬一萬一你打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然後打到你身上來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除草囉 然後呢 如果今天你要除在道路旁邊的一些小草 它旁邊有個小輪子 你可以靠著輪子 然後呢 如果今天你要除大概超過兩個小時以上 我會建議你可以背上一個背帶 施力呢 放在肩膀上 你會比較輕鬆一點 這種東西的收納非常簡單 這邊只要轉開來 然後把它拔起來 這樣子 你就可以丟在你家的小車庫 或丟在你的休旅車後面 簡單吧 用打草機打歌用首歌 是不是歌要太累了呢 我們現在直接開車 老司機開車囉 體動方式咧 只要按下 一 二 然後三就可以Hold住了 然後再按 就開始推囉 好 有點厲害喔 好強耶 接下來呢 如果你要切個大的木頭的時候 你就會使用到鏈鋸 有沒有想說 看過得多電鋸殺人膜啊 嗯 但現在的高科技呢 其實都只要插電池就可以了 在使用的時候 記得刀口這邊非常的危險 所以平常請要戴上套套保護好自己跟保護彼此 使用的時候呢 請記得在你的公園範圍內 千萬不要有人 或任何動物 或是小貓小狗 然後咧 它這邊有個安全扣 要使用的時候 往後拉 這樣子就會啟動了 平常的時候 把它扣起來 這樣按的時候才不會觸發它 好 我們現在開始使用 所以記得當你要往下切的時候 你的身體絕對不要在你的刀口下面 因為它不是這樣子切的 這樣你都很容易砍死自己 所以一定是要向外的 任何在切割的時候 它都已經對外面 不會對你身體裡面 切割小訣竅 就是你如果是用平平的這樣子切 它就會切得很慢 但是你如果是用尖角形的方式 去破壞它的每一個尖角 那它就會切得很快 操作工具的時候呢 尤其是初學者 你只要覺得會容易受傷的地方 請都帶上防護設施 好比說 眼鏡 防護衣 長褲 安全鞋 手套 反正你只要覺得 可能的 危險的 就把它串上 好比說安全褲 來打到這裡 好 那我們開始切吧 然後你把樹枝砍下來了之後呢 以前人家都會把木頭搬上來再砍 這很麻煩 他們就發明了這種方法 你只要把它靠上去 安全鎖扣上去之後 啟動 有 這樣子 是不是就切斷了 方便 護具 使用的時候也是一樣 請帶上你全身的安全設施 安全護具 就可以非常簡單的使用了 雖然說這個很安全 但是我們要比安全更安全 好 那我們來開始準備晚上的營火了 一隻 兩隻 我把螞蟻的家毀掉了 三隻 OK 生火 接下來當然把路都開出來了 然後你的草也割完了 之後呢 你要幹嘛 總不能慢慢這邊剪嘛 像白癡一樣 或是拿個掃地機器人在那邊慢慢掃 那通常我們會拿吹葉機 所以吹葉機它有分成兩種 一個叫吹風機 一個叫吹葉機 大隻的不一定比較厲害 那它差在於是說 像右手邊這一隻 它的風速大概是120公里 然後左邊這一隻比較細長 比較適合東方人 大概是200公里 所以細長的好像比較厲害一點 那它們的頭呢都能夠拆換掉 所以它兩個的最大差異呢 就差在這裡 它有兩段的設計 所以我們先開第一段 好 那我們現在來開第二段 然後像這一隻就是風速200的 然後它雖然只有一段 然後上面的管子 跟它的這兩個比起來 比較細長一點 但是它的差異就是 它吹出來的風速比較大 好 吹是一隻小天牛耶 對不起 對不起 回家 回家 這樣子 我們把人家房子吹掉了 以上這兩種 那它基本上都算輕巧的 非常簡單操作 好奇 面對幻蟲浪 超美男 好 我們話說回來 這既然是員工的心願的話 是不是你的心願 好 那我們現在馬上就來舉辦 超認真 出好大賽 趕快啊 快點 不然你們要除到幾點啦 已經10點了 快點 欸 沒關係 來 女生不用來 乖乖乖乖乖 我們好好看人家工作 趕快啊 趕快去幫忙啊 趕快 把它除掉之後呢 我們就要來露營搭棚 先做一個音樂季的飾演練 已經到時候音樂季 大概是有2000多萬個人要參加 2000多萬個人音樂季 我們大概預估大概要有 2000多萬個帳篷 好 在我的小帳篷前面 推出一個小車道 狗居 然後咧 如果你有一些 小小虛布要剪的地方 就可以這樣子 打開 哈囉 這樣就可以把它推掉 我覺得這應該就是 國軍要買 你知道嗎 以前當兵的時候 國軍最大的敵人就是樹葉 還有團 讓大家想像一下 在這種很漂亮的風景 然後搭個帳篷 就可以聽樂團 你可以聽個V&H啊 聽個老王啊 還是聽一些就是很棒的 台灣獨立樂團 喝了酒之後呢 晚上就在那邊睡覺 睡醒了之後 早上再繼續聽樂團 所以說大家如果有想要聽的樂團 都歡迎在我們下方留言 說不定我們可以 上角給狐狸人知道 或者是大家有覺得什麼樣 很棒的工業品牌 很適合拿來在戶外啊 修行娛樂用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就 在這個很棒的氛圍下 跟大家說再見 大祝 它最特別就是它裡面的這個 打草的繩子啊 它其實很像是以前 口香糖 橡皮糖這樣一樣的 所以 你如果今天打 打到它快要斷掉了 那你這個把這個壓一下 那就可以把它再拉長 拉長起來之後呢 你只要這個 迴轉半徑 它不會打到你的護蓋 然後把這個 上蓋就好了 你這樣子爐完是不是要爐二十年 我們現在A區代表 A區代表現在的風速 是在這個 Gitter三年的樹 三年的樹 也還能不能解決呢 看起來好像有點吃力 有點吃力 但是還是慢慢一層一層的衝過去了 那我們現在換200公里 200公里視頻通勁 200公里的視頻 現在把剛剛200公里的全部 再把它填回來 到底這兩個要吹到什麼時候呢 老闆走出來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霸王色的氣場 老闆是情節對的是不是